《大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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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不是 佛教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一直从佛的经典里边来考察 没有隐魂这样的观念或信仰 现在我下面先要来探讨一下 什么叫做魂 灵魂是什么 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叫做灵魂 是不是一定是有灵魂 我在上一集里边也说到 以附近的判断和说明 人死之后 在七七四十九天之中 他会转生 那么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 如果是有大福报做大善事的人 有大修行的人 立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是升天 或者转生为人 或者是等待因缸来投胎 但四十九天之后 那也会等待因缸 但是他就进入轨道了 那么另外 在造大恶意的人 在四十九天之内 可能很快 立即就下跺迪欧 进入出生 进入恶鬼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形下的亡者 往往你隐婚根本隐不到的 他已经生了天了 他不会再来 他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了 不需要再来 已经进入地狱了 你请也请不来 隐也隐不到 如果已经转生为人了 他怎么可能再会转 再把他请回来 如果是转为出生 也请不回来 那只有还在轨道里面的众生 或者是人从死亡 到四十九天为止 这个过程之中 伏法叫做中阴身 这中间阶段 就是身与死 这个阶段 或者死到身 另外一身的身阶段之中 叫中阴身 只有中阴身 可能被你请到 因此站在副教徒的立场 没有需要一丁清 隐魂的这样的一个伏事 但是 忘死的 冤死的 恨死的 这一种 魂 又叫做冤魂 那不一定 很快就能够转生 因此这些人呢 是等待超度的 甚至于他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已经死亡 如果去迎他 迎接他 给他送金 他这个时候 晓得他自己已经死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隐魂好像也有 他的功能 并不完全没有 但是 如果用伏法的力量 通过啊 佛菩萨的 慈悲的愿力 我们送金 拜畅 念佛 这个 王者 他是有感应的 他不需要 我们要到的现场啊 去请他来 我们呢 在这个地方啊 写个牌位 或者是呢 心中 想到 我在这儿超度 他就会来 因为 王林啊 不需要有交通工具 他不需要一定的走的路线 而 他是啊 随心所动 而到 到某一些地方去 那有缘的 因缘成熟的 那 力量就够啊 他自然就来了 所以是呢 在我们呢 举行大福祉的时候 比如说 拜两框灿 水灿 往燕口 打水落 我们呢 在送金的时候 四面八方的 所有一起 灵界众生 都会聚集来 我们呢 所以无私的孤魂 我们也能够请到来 所以隐魂这样的一个 这个医生呢 就可以省了 但是隐魂 因为我子季呢 就曾经呢 做过这样的事 有没有用 好像是 也有他的道理 我们在 多年前呢 曾经在 滨海公路 就是宜兰 到基隆之间的 滨海公路啊 有一段啊 常常发生车祸 我们去坐 操作服事的时候啊 随着他们的封锁 我们就去引来 引来的时候 的确是有一些 一些异象 让你感觉到 的确是有冤魂 在那个地方 那么因此呢 正确的复发 不需要隐魂 那么如果隐魂 也没有什么不对 奥美陀佛 也没有什么不对 奥美陀佛